10月6日,Jony J随队舞台技师微博发文称,自己没有任何挑衅行为,就莫名其妙被音乐节的主办方扇了耳光和辱骂,随后便被赶下了台。 随后,当事人小白哥道歉并说道,我做大哥几十年,这是我第一次道歉,兄弟,这个坎儿就过去了。 稍晚Jony J连发微博,为罗布公开声明,并取消了今年接下来所有优乐的演出。